把象徵生命的火种带回祖居地 台东盐平乡布农族人达虎4月12号 花费四天单程步行时间 带着火回到祖先居住过的聚落内本路 同时这也是达虎第一次 回到胡顺岸家族重建家屋 整个维系生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我也就用这样的一个带着 从这里山下的一把火来带到老家 期望就是那个老家是如同这一把火一样 在那个老家是被兴旺起来这样 这把火将在这个地方 再次的展现出这里的布农族 将要在这里重新地被点燃 这把火也象征地 不再惧怕任何政权的侵入 象征胡顺岸家族的火苗 慢慢在内本路开始燃烧 这把火更代表达虎对传统领域的坚持 达虎想起当时踏在祖先曾经拥有的土地上 看着残破的家屋以及失去的文化 到现在心中还是相当地激动 然后四个做这么多年的事件 然后真正的踏进到自己的 自己的家 那个感受很深 然后一踏进这个家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 要用我仅有的生命来去将这个家 这个家 附近起来 当然我知道这个不是我能做的 但是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去做 我就是要去做 我们将会回到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生活 所以我带着那个种子到那个地方 就如同曾经先人 他们也是带着那些种子 在那个地方炸根起来 我也希望说 我所剥下的种子 它能够在那个地方发芽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不管是家屋的重建过程里面 不管是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在去让的部分是 期望能够找到一个 我们可以自主的一个模式 当然我们一直现在 现在我们也一直在提上的 不管是原住民知识 公民馆 公理那个部分 我们要先去让出一个模式来 好 让我们有个基地可以去建立 那所谓的未来的家业这样 种下花生小米 达虎期待一个族群的希望 能够继续在这里生根发芽 并且茁壮 迈入第十二年的胡孙岸家族 重建家务计划虽然很辛苦 但思考没有让胡孙岸家族放弃 因为达虎始终相信传统领域 跟自主建立的家园就在眼前 记者文贺加特班 台东颜平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